美国两年前公布的一份报告听起来挺吓人的 报告说环绕地球轨道的太空垃圾数量太多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对航天器和宇航员的安全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那么如何处理远在太空的这些垃圾呢 据英国媒体报道 瑞士科学家将在五年后发射一颗卫星 它将扮演清洁工的角色 给地球的外层空间来一次大扫除 2009年2月 美国和俄罗斯的两颗卫星 在西伯利亚上空相撞 瞬间产生了大量的太空垃圾 引起国际社会对太空垃圾的高度关注 据估计 目前有大约37万件卫星火箭的残骸碎片 正在以2.8万公里的时速环绕地球轨道 根据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2011年9月公布的报告显示 在这些太空垃圾中 直径不小于10厘米的 已达到16000件 已经多岛 可以持续碰撞 并产生更多的太空垃圾 威胁航天器安全的地步了 目前 太空环境对航天器和宇航员越来越危险 太空垃圾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而瑞士科学家制造的清洁太空一号卫星的任务 就是利用它灵活的储蓄 抓住这些残骸 把它们送回地球大气层烧毁 目前 清洁太空一号的发射时间定在2018年